路上的光 与您一起反省人生 寻找出路 这些年我每年都去西非的塞内加尔 在肯塔古省的一个麻风村治疗病人 我从2013年开始认识了宣教士安娜波拉女士 她身高5.5英尺 一双精明的眼睛 加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大脑 给人印象深刻 如果你了解她的经历 就很难不对她有一种钦佩 装备自己 接受挑战 1997年 从神学院刚毕业的安娜波拉女士 登上了从巴西非网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班级 那一年她27岁 她对那片陌生的土地充满了幻想 但她不知道在非洲这块千百年苦难深重的热土上 等待她的是怎样的挑战 在首都达卡三年 她去周边给村民们送衣送粮 送福音 她学会了法语和其他五至六种地方语言 在那里 她爱上了一位当地的年轻人 建立了家庭 2001年5月 当地奥利福牧师告诉她 在塞内加尔最东部 有一个坑塔古省 需要她去做福音工作 安娜并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丈夫也愿意跟随前往 他们带上简单的行囊 乘坐公共汽车 经过了26个小时颠簸 到达了那里 他们租了一座矮小的茅房 黑洞洞的屋子里没有窗户 一打开门 七八只蝙蝠扑拉拉地飞了出来 不计其数的蚊子 苍蝇和老鼠 加上扑鼻的臭味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气场 试图把他们推出屋外 第二天 一位脸色离黑 眼睛里闪烁着令人惊计之光的中年男子 敲开了他们的门 他没有进屋 只是用阴沉的目光 逼试着安娜 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法语问道 你们是宣教士吗 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那你们趁早回去吧 1970年代 有一对美国宣教士在这里三年 他们一家回去休假时 乘坐的直升飞机坠毁了 后来又来了几位宣教士 没有一位可以待下来 你如果不听我的劝告 你也会死在这里 他带着恐吓的语气 面目变得猙獰 一股邪气向安娜扑来 让他有点不寒而栗 那天晚上 安娜埋头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 求神赐给他勇气 他们不认识任何人 也不知道怎样开始施工 第二天一早 他信不来到了一个村庄 看见许多妇人正在井边打水 纤细的井绳 把他们的手勒出了道道血痕 安娜马上感觉到 这是神赐给他的一个机会 萨玛利亚的妇人都在井边等待他呢 他立即到集市买了一根粗壮的井绳 作为新的公用井绳 一位妇人 后来安娜知道她的名字叫玛丽安 非常高兴地用新井绳打上来了水 安娜帮助她把水抬到了她的小茅屋 我是安娜 我很想学习你们的方言 安娜具有语言天赋 她认为学习语言 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玛丽安说 没有问题 我和我丈夫都可以教你的 她丈夫扬起手 向她致意 安娜突然发现 那个男人没有右手掌 塌陷的鼻梁 脸上还拢起了许多的 咯咯哒哒的东西 安娜再认真注视了一下玛丽安 发现她的左手也缺了几个指头 你们患的是什么病啊 麻疯 我们是麻疯病人 我们这个村叫法蒂格 我们周围有八个麻疯村 这里是麻疯病人聚居的地方 玛丽安微笑地回答着 安娜的脑袋轰的一下 想了起来 她从来没有想过 居然要和圣经上反复描述过的 麻疯病人打交道 这太可怕了 这是不可能让人呆的地方 她脸色惨白 飞也似地跑出了玛丽安的家 爱的力量 一回到家 安娜就对丈夫说 快收拾东西 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下去 安娜根本不想和麻疯病人打交道 她怕会传染上麻疯病 尤其是麻疯病人的塌鼻梁 和狮子一般的面庞 让她魂飞魄散 安娜 你看过我的小羊 我要你和他们握手 拥抱 神的话在她耳边响起 仿佛让大地震动 她哭着想要离开 可是神派她来 绝不是让她临阵脱逃 她一次次流泪 一次次与神争吵 可是一次又一次 神的话语胜过了她的小心 第二天 安娜回到了玛丽安的小茅屋 从那天开始 她一家一家地访问 法蒂阁村麻疯病人的茅屋 她握住他们伤残的手 拥抱他们 和他们交上了朋友 无数的麻疯病人感动得泣不成声地说 我们的亲人怕我们抛弃在这里 他们嫌我们脏 怕我们传染 不愿意碰我们 您是一个白人 却握住我们的手 还拥抱我们 终于有人把我们当人看了 可是 可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安娜的心 像赤道的太阳一样火热 安娜的回答 像青泉一样 滋润着千百年来 干枯被遗弃的荒芜田地 是神让我这么做的 麻疯村民们 哭干了的眼睛 又睁开了 村民们奔走相告说 神终于派人来看我们了 一辆驢车 装载了一个发电机 给村民们送来了屡屡光明 一口水井 让干渴了千百年的村民们 喝上了甜水 每家五十公斤大米和植物油 也让他们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 随着信神的人越来越多 安娜下定决心 要修建一所教会 这个想法受到了 所有九个麻疯村的 头领们的联合咒诅 教会第一次聚会 屋顶就会压下来 把聚会的人砸在里面 然而教会还是建起来了 教会的房顶并没有塌陷 伴随着福音在麻疯村里广传 新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推广 卫生条件大大改观 麻疯村民们一家家的归向主 教会墙角上的明灯 抵挡了乌衣鬼神 驱除了愚昧落后 给麻疯病人带来了真理和道路 安居乐传福音 五年过去了 安娜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高兴的想 那美好的账已经打过了 她坚持了五年 是该休息的时候了 她可以回到打卡去了 不 安娜 你看过我的小羊 神的话像惊雷一样 又一次在安娜耳边响起 让安娜感到惶恐害怕 她又一次和神争吵了起来 他们家门口有一条满不深坑的公路 雨季时公路变成了一条河流 只有高底盘四轮驱动的客户 两用卡车才可以进出 坑塔谷没有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 上游的生活垃圾都会冲到门口的小路上 太阳一晒 臭气熏天 门窗都无法打开 蚊子苍蝇可以活生生地把人吞噬掉 她真的无法想象 神怎么能让她的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呢 直到有一天 耶稣说给彼得的话 也同样说给了她 安娜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束上袋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神的命令让她清醒过来 她还是顺服了神的安排 安娜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取名艾美丽 一个月后 安娜又出现在麻风村 艾美丽是上帝赐给她的宝贝 她把装着艾美丽的篮子 往地上轻轻一放 小艾美丽不哭也不闹 她就这样继续带着女儿 访问法蒂格村的麻风村民 在安娜与麻风村民的合影上 村民们的脸上 都有如福音的春风拂面 荡漾着喜乐 令我吃惊的是 在有一张照片中 一位麻风妇女 居然用她缺了几个指头的右手 揽住了安娜的女儿 艾美丽 安娜告诉我 她的女儿从小在麻风村长大 与麻风病人的孩子们交朋友 我问她 你难道不怕女儿染上麻风吗 她直指天说道 我相信上帝的看顾 写到这里 我的眼睛开始湿润 我不敢想象 当一个人把自己献给神 如何还能把自己的孩子 也一起献上 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孩子 在那个文营漫天飞舞 麻风病菌 到处肆虐的地方成长 和麻风村民的孩子们 做朋友 如果她是一位 土生土长的孩子 那她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可是她的母亲安娜 出生并成长于 巴西首都圣保罗市 知道卫生和文化教育 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她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 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呢 说句心里话 我既无法把自己 像安娜牧师那样献上 也绝没有可能 让孩子在非洲长大 当我了解到 安娜的事迹以后 我每次和她交谈 都像仰望一座高山 一样钦佩她 与她相比 我只不过是一杯黄土 永远也无法企及 她的高度 驱走愚昧 一转眼 安娜已经在麻风村待了十年 在麻风村法帝阁 一间教会 一所医院 一栋医生宿舍 一口水井 一个发电机 一群群基督徒 让法帝阁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教会是他们最漂亮的建筑 神的爱在那里传播 愚昧和肮脏逐渐消退 今年我在麻风村法帝阁 见到了一位 从法国来的流行病专家 他调查了包括法帝阁 在内的九个麻风村 发现了72个新麻风病例 但是法帝阁却没有一个 这个结果说明 经过安娜姆士团队的努力 和神的看顾 至少在法帝阁村 麻风病已经得到了控制 我们这些没有免疫力的外来人口 得到传染的几率 大大降低了 神就像一座城堡一样 保守着安娜牧师 艾美丽和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篇由徐波为大家带来的 女宣教士住进麻风村 安娜波拉女士 学与火的非洲经历 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愿上帝赐福给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